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骁龙的旗舰平台已成为众多安卓手机品牌竞相搭载的不二选择 智慧型手机也是高通最大的业务基本盘 这体现于财报之中,当前的最新季度财报显示 高通智慧型手机业务实现了63.28亿美元的营收,占比高达61% 由此,高通在9月下旬正式发表了新一代旗舰级行动平台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及第五代骁龙8制装版 以及Windows PC处理器骁龙XR Elite Extreme和骁龙XR Elite 但在本届峰会中,针对智慧型手机之外的PC、汽车、机器人、AR等种种端侧AI市场 高通展露出了更大的野心 除了发表专卫超高阶Windows 11 PC打造的骁龙XR Elite Extreme及骁龙XR Elite平台 安盟还在开幕演讲中多次强调了AI Everywhere的预测 从开幕演讲环节开始,高通始终在强调AI会同时发生在云上与端侧 而高通希望针对多样化的端侧领域打造完善的产品组合 在2024年的骁龙峰会上,高通执行者安盟畅想的 AI未来是当用户网上购物时,只需要对手机中的购物APP说 想用自己的借记卡购买,但钱够吗? 购物APP会自行联动到银行APP,完成财务状况评估情况并付款 而在本届峰会上,安盟描绘了一幅更加极致,更具手机中心化 而以人为中心化的图景,当有一个熟人迎面走来 你的智慧眼镜会自动识别出对方身份,并提示你最近与对方有何日程 在工作中,智慧手表将会对工作代办给予提示 而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或动作关闭提示 换句话说,未来智慧耳机、智慧眼镜、智慧手表等电子装置 将不再只是延续手机的功能,而是成为智慧体的入口 智慧体也不再是需要被动唤起的工具,而能够更加自然 无感地介入生活 安盟还现场与两个不同的智慧体PoS与Vola分别展开对话 让其分别完成了派对筹划,寻找嘉宾,预定地点 预成提醒,派对场地装饰的任务 针对现在的市场与变革,安盟在发表会现场总结了AI发展的六大核心趋势 AI将成为新的UI用户界面,从以智慧行手机为中心,转向以智慧体为中心 运算架构迎来变革,模型混合化发展,边缘数据相关性增强,迈向未来感知网络 在被大模型重构规则的游戏场中,高通透露了其在多个目标市场中的规划 在笑龙峰会美国会场,安盟对谈谷歌电子装置与服务高级副总裁李克奥斯特罗时提及 双方正在合作开发一款融合电脑与智慧型手机的产品 在此项目中,高通将不再延续过去为电脑和智慧型手机开发截然不同的心脏晶片的做法 而是为电脑和桌机运算系统打造一个互通的基础基础 在中国会场,高通还特别准备了XR环节 介绍笑龙、XR2 Plus Gen2等XR产品布局 并分享了与小米、Vivo、阿里巴巴等企业在XR方面的合作产品 而在美国会场,三星尚未对外发售的XR头显在现场陈列 该产品搭载高通骁龙、XR2加Gen2晶片 但未开放世代体验 除此之外,高通还与中国会场官宣了一项AI加速计划 希望携手中国产业生态 释放边缘智慧的全新能力与应用场景 由此可见,高通不愿错过 AI所驱动的运算入口技术与产业双重升级 而在刚刚过去的联发科发表会上 端侧AI同样堪称高频关键词 在此背景之下 高通官方将第五代笑龙八制尊版成为当下最快的行动 SoC 相较前代产品笑龙八制尊版 第五代笑龙八制尊版 响应速度提升达32% CTU能效提升35% Geekbench单线程效能提升20% Geekbench多线程效能提升17% 距离高通发表会演讲结束仅7小时 全球首发笑龙8 Elite Gen5的小米17系列也发表 考虑到今年5月 小米推出了搭载字眼 SoC玄介OE的小米15S Pro特别版 小米未来或将采用双晶片路线 来平衡自研晶片与高通晶片的采用比例 在小米17发表会举办前的直播中 小米集团合伙人 总裁 手机部总裁卢伟斌曾经讲到 小米17系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将是第五代笑龙八制尊版的独战机 首发间隔的时间有点长 此外 IQ15系列 红魔11系列 一加15 荣耀 Magic 8等新机型 将成为首批搭载笑龙最新平台的机型 将在10月陆续亮相 而10月中旬亮相的Vivo X300系列将首发搭载联发科天机9500 Apple Find X9系列将紧随其后 多款新机的工程机跑分已已公布 比如具GIG Bench 一加15最新单核成绩为3746分 多核成绩为10337分 Vivo X300最新单核成绩为3637分 多核成绩为10684分 除去基础效能指标 两款旗舰晶片都着力打磨了AI体验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采用的Hexagon NPU效能提升37% 功耗降低16% 支援端测本地AI运算 能运行个性化AI智慧体 高通高级副总裁兼手机业务总经理 Chris Tetrick表示 该平台赋能的个性化 AI智慧体能够看你所看 听你所听 实时与用户同步思考 以运算摄影为例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可应对极端暗光拍摄 天空噪点去除等高难度拍摄场景 天机9500则在发表会上 介绍了4K超高画质图片生成 个性化风格图生图 端测 厂文本处理等端测AI生产力功能 并预告了搭载天机9500的EVO 包括新机将提供主动意图搜索等AI体验 最新亮相的PC晶片 同样继承了第三代Orion CPU核心 Adreno GPU核心及Hexagon NPU 官方数据显示 骁龙XR Elite Extreme 在相同功耗下的CPU效能 领先竞品75% 相比前代平台 每瓦特效能和能效提升达2.3倍 支援80TOPS AI处理能力 可在Windows 11 AI Plus PC上 支援并发AI体验 而骁龙XR Elite 相比前代平台 在相同功耗下 效能提升31% 达到相同效能所需功耗 降低43% 总体来看 在9月下旬 联发科最新一代旗舰处理器 抢先以台积电N3P工艺生产的天机9500亮相后 第五代骁龙八支尊版 也不甘示弱 至此 两大旗舰级SOC供应商 一位全球安卓手机玩家上完了菜 新一轮手机竞赛 正式扣下发灵箱的扳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